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山熟水春天里的景色 也唤起了我对故乡春天的回忆 竹林和柳枝是春天中的第一印象 那时成都的市区不大 过去成都工学院旁边的墨子桥周边 就是农村乡下 到处都是竹林攀 小桥 流水和人家 油菜花招惹着蜜蜂和蝴蝶 飞鸟也叽叽喳喳 我念过的中学校门外就是府城河 春天中河水波光淋淋 两岸垂柳随风摇曳 岸边的青草地是我常常读书的地方 三月的春天中 姑妈常常给我们家带来一捆一捆的 他们那个城市旁边盛产的仙竹笋 她知道我母亲喜欢吃竹笋 父亲和母亲却准备了姑妈喜欢的成都产的绿豆糕 据说姑妈童年和青年时期 在北京时就喜欢甜食 绿豆糕是她的最爱 还记得那是成都要华食品常产的 以后一见到绿豆糕就想起了姑妈 对故乡春天还有一个记忆 是去踏青和照相 外婆照应着来自四个女儿生的六七个外孙和外孙女 外婆家像个小幼儿园 周末时 父母常把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带到郊外和公园去玩 午后词 杜福草堂 就是那个时候知道的 在我记忆中父母省吃俭用 偶尔也能给我们买些类似樱桃那样的水果回来 父亲那时有一部老实和陈旧的德国产相机 是爷爷送给他的礼物 他青期间 他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留下了很多儿时春天里的记忆 去年回家 母亲把这些照片翻出来 让我大为惊喜 那是我们孩童期 青年期和为人父母的记录 现在我们人生中 生理年龄的春天都已经过去了 诗人郭小川老前辈 有句著名的诗句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 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有趣的是 多伦多的三月里还没有春花 冰雪刚刚在消融 柳枝还羞涩地低着头 看着故乡盛开在三月里的桃花 山茶花等棉花玉草 又瞧着后院的那棵樱花树 它的花蕾正在慢慢地变大 成都的春天来了 我也听到 风源春天到来的脚步声了 有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